大家好,本期内容要介绍一部泽村栗子的作品。 阿丽是一位高调美丽的家庭主妇,虽然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家务活,但是充实的生活让她觉得很幸福。 虽然生活很充实,但美中不足的是,丈夫阿俊一点给不给力。 每次阿丽邀请阿俊做睡前运动的时候,阿俊总是用各种理由拒绝。 对此,阿丽每次只能默默不语,自愚自乐安抚寂寞。 这天一早,阿丽和往常一样做着家务。 这时,门铃突然响起,阿丽过来开门一看,原来是自己的义兄老王来访。 见到老王来访,阿俊和阿丽都非常高兴。 老王也表示,好久不见阿丽越来越漂亮的。 看着老王热情的样子,阿丽不免有些激动,于是就让老王进屋再聊。 老王撞出的背影让阿丽对生活又有了希望。 这时,阿丽拿来十全大补茶招待老王,还让老王不要客气,把这里当成自己家。 阿俊也让老王随意一些,自己的就是哥哥的。 老王听后,不免有些激动,于是就不小心地把茶水洒在身上。 阿丽见状就急忙帮助老王擦拭。 期间,阿丽不经意地发现,老王居然拥有与阿俊截然不同的古巨鸡,顿时就有些心潮澎湃,默默地发愣。 几分钟后,阿俊带着小王换了裤子来到客厅。 老王一直抱怨,说阿俊裤子尺寸太小,自己勒得非常难受。 阿俊则看着老王裤子不合身的地方,双眼充满了痴女的表情。 对阿俊来说,这应该是世界七大奇迹之外的第八大奇迹了。 这时,阿俊还一直夸赞阿俊的按摩手法非常好,还让老王也体验一下。 阿俊听后,就表示很愿意为大哥服务。 保王也表示,如果阿俊手法可以,那么就可以省下很多去风俗店的开销。 阿俊一听,马上要帮大哥服务了,眼里闪出了久违的亮光。 于是,阿俊就从柜子里拿出了当年的整套装备,准备重操就业。 在准备的期间,阿俊不停地浮想连篇,嘴角露出了痴女般的微笑。 几分钟后,阿俊就带着老王来到家里的按摩室里。 阿俊就让老王更衣准备,还让阿俊回避一下,因为场面会很刺激。 在阿俊离开之后,阿俊就熟练地对老王进行指压按摩。 事后,阿俊有些心神荡漾,他甚至有些后悔,为什么当初没有嫁给老王,而是嫁给了阿俊。 自从有了老王的滋润之后,阿俊每天的心情都开心。 阿俊见阿俊最近的状态这么好,也非常感谢大哥的来访。 这时,老王表示,自己很喜欢在看视频的时候,做一些手腕运动,所以的肩膀感觉有些酸痛。 阿俊听后,就热情地表示愿意帮助大哥缓解疲劳。 阿俊也让老王不要客气,让阿俊帮老王服务到底。 于是,老王恭敬不如从命,开心地接受了阿俊的按摩服务。 期间,阿俊接到了公司的电话,说是有事让他去处理一下。 阿俊见阿俊离开之后,就对老王提议,帮他进行下肢按摩。 于是,阿俊故意按到了不该按的地方,这让老王非常困扰。 阿俊见状,索性直接出手,对老王使出了失传已久的按摩密技,抓龙筋。 事后,阿俊心潮澎湃,久久不能平息。 渐渐地,阿俊有了很大的变化,每天无时不刻都在想着帮老王服务,就连家务事也都荒废了。 这天一早,阿俊又带着老王来找阿俊按摩。 阿俊表示,老王马上就要回老家了,让阿俊帮老王最后好好地服务一次,务必要让老王终生难忘。 于是,阿俊默默地盘起了头发,因为他知道,接下来要祭除大招了。 而老王此时,也非常的紧张,让阿俊一定要温柔一点,不要太暴力。 在阿俊的终极大招之下,老王居然临时改变了主意,表示想继续多住几天。 这天晚上,阿俊表示,导演找他有事,说吧就急匆匆地离开。 看着阿俊离开的背影,阿俊非常的高兴。 可老王看着阿俊痴女般的眼神,却非常的紧张,因为他知道,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,阿俊又要对他使出大招了。